大家晚安 欢迎又来到自由人的财经下手菜 那今天是2023年3月22号 礼拜三 那今天的内容呢 是要讲瑞士信贷崩跌 瑞士信贷崩跌 其实这个 今天礼拜三嘛 瑞士信贷崩跌是礼拜一的下午 礼拜一的下午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 如果你有关注的话 大概也知道说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自由人还是把它清楚的 稍微讲述一遍 因为这样的事件会不断的重复的发生 就是一直不断的发生 只是时空辈子不一样 那我们只要知道说瑞士信贷的崩跌 或是它破产被并购 是不是系统性的风险 还是单一事件而已 那我们就来讨论这个 那讨论完之后呢 自由人有一 有很多想法 我是觉得 我还是 我还是一样的观念 就是 躲过去年的空头 就永远做多 永远做多 所以我没有方向的问题 只要自由人进超凡事就是做多 各位不要再问为什么了 我就想做多嘛 所以我没有方向的问题 所以我永远都是50% 我永远都是50% 然后试我的盘 它就会变成80% 然后我看得懂 我甚至可以提高到100% 那其他时间比较偏空头的盘 我就不进超凡事 或者我看不懂 我也不进超凡事 我看得懂 我就会进超凡事 就像今天 我一开盘就进超凡事 一开盘就买架内的扣 因为那时候 早上架内扣非常便宜 因为逆价差太大了 逆价差太大 然后 我为什么会做多 是因为 晚上的ADR 台积电的ADR已经过去了 所以今天只要看台积电表演 那只要拉台积电 它的价差一定会收敛 所以你买架内的扣 会直接 会比 直接做多台子 那个更有效率 所以这是偶尔会遇到一次 所以这个就 就 就 进场做 赚个生火费了 其实 三月份应该 偷偷的应该还是在小培中 反正没差了 就是这样 OK 那 这个 大家以为说 这个事情很严重 然后 我一直都不这样认为 因为 因为 如果很严重的话 绝对不是 不是这个点数而已 那我就把它分为 其实就是一个系统性跟系统性的风险 那 也是说 这整体的环境的问题造成的 整体整个市场银行的崩跌 或者是单一事件 或者是单一事件 所以我们要把它理清 所以我就 只有人今天会讲 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 礼拜一中 从 礼拜一欧股开盘之后 那个瑞士信贷的崩跌 他那个 那个从 应该从一点多跌到大概六 一点多跌到零点几吧 那是跌60% 其实有什么 没什么 刚好差 好 那第二个是 跟雷曼风暴的比较 然后第三个是 不跌该怎么办 哎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三个重点 我又忘记开酒了 那今天 只有人要开的这瓶酒是 粉丝送的 这个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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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送的 妈祖成高 这是15年的 15年的成高啊 15年的成高 我觉得妈祖的成高跟金梦的成高 金梦的成高真的还有一点不太 不太一样 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包装的 我已经冰过了 所以就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直接开箱啦 这个 那先介绍这个 酒的 酒的年份 这是妈祖成高 妈祖成高 然后呢 它是 50 这里有 这是15年 这里有看到 这15年 15年 所以它是 这是15年之后装品 然后装品的时间是 2022年8月 8月8号 8月8号 这么 这么 不错 所以这是个八八节啦 那 那 那 酒精浓度是50% 50% 这个 这个自由人上礼拜喝了之后 有很多朋友送了好多 妈祖高粱 真是感谢感谢感谢 如果各位有什么好酒在推荐我一下 妈祖成高 谢谢这位朋友 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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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好 嗯 层高我觉得 还是层高 真的要 喝高粱一定要喝层高 不喝层 这个层高 比较不会那么辣口 好啦 我们来喝一下 来 OK 放着啊 先 我觉得高粱 闻起来都一样 就是清香清香的 就是 这个威士忌就很variety 就是就是很 很多样 跟红酒一样 哦 好喝好喝 果然还是要成高 一定要成高 啊 成高配妈妈炒的 花生 偷刀 就 这个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下酒菜 好困难 我已经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反正 高粱 白酒就是配花生就对了 而且是我们家宜然 妈妈炒的花生超好吃 超级好吃 一口花生 好 粉丝先吃 这个大把大把 哇 然后 哇 好喝 成高好喝 好啦 那我们就 接着我们的主题啊 那个主题 我们刚刚有谈过嘛 金融危机 他是真的金融危机 还是单一事件 那其实我们从 市场的反应我们知道 他一定是单一事件 那如果因为是单一事件 所以他 反应一下 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那 以自由人的做法就是 金月 低是低 往上看 金 这个月的低点 就是低点 往上看 因为瑞士信贷造成的那个低点 就不会再来了 所以这个都是恐慌事件造成 那个好的机会点 因为他是一个恐慌事件的话 如果 他被 被确立的话 那个恐慌事件的低点 通常就是一个 很强力的支撑 好啦 那我们就回过来看说 瑞士信贷为什么会崩跌60% 然后接下来跟雷曼 雷曼风暴相比 最后呢 我会谈到说盘都不跌那怎么办 这个是个好问题 好 瑞士信贷在去年的时候就一直有 有这些问题 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就2022年 那我们就 那时候就传了 就是说 因为他 他 投资的一些东西都有问题 一个是那个 Archegos 他投资的那个Archegos 爆仓 Archegos 我去查一下 他之所以会爆仓 是因为他 用了 高的杠杆去投资 影音串流 然后就是 他去投资什么 爱奇艺 什么 爱奇艺那时候 就有注意到 他 重压 重压 他用了大概是 100 100亿放到到1000亿 10倍杠杆 10倍杠杆 刚好 那一波的 爱奇艺 相关的 题材的 中概股 全部 全部崩跌 Archegos 他就爆仓 瑞星就赔了 爆仓 然后这个基金就 就没了 而且这个Archegos好像 也 运作了很多年 瑞幸赔了47亿美金 然后就是网络上查 那还有一笔就是 Grenseal 这个瑞幸 赔了100亿美金 所以 他的瑞幸在这个投资方面好像一直都有 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存在 我去查一下 Grenseal 为什么会破产 他好像是 借钱给 给新创公司 给新创公司 尤其是供应链上游的 可能是电子业上游的 或是说 中小企业 然后 那在疫情期间 就供应链断链 断链之后 就好像 这些中小企业 我们没办法把钱还出来 所以 瑞士现在的这些操作就是 有点 有点问题 从事后论是这样 就是 他很可能也没有评估得很清楚 他的投资 的风险性 然后瑞士信贷 一直 这几年一直有 有 传说 洗黑钱 还有就是 很多中国富豪 有去 瑞士信贷 很多 开很多 投资户 所以 最后面发生这个问题 然后 自由人去Google了一下 在2020年的时候 他还有利润 38亿 他还有利润38亿 到了2021年 就亏损 19亿美金 那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因为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一连串的事件爆发 那去年就传输那个 信用违约 就是很多客户 抽 抽银根 就是 我去 大的客户 抽银根 就是我把 很多钱赎回 甚至 我也不在瑞士信贷存款 超过1200亿美金 那一年的 所以 去年10月就一直在传 瑞士信贷亚的保 然后 出来 之后又没事 因为他的好像注资又成功 所以又没事 一直到 礼拜一的时候 这段时间 除了美国的那个 那个 矽谷银行 爆了之后 又爆了瑞士信贷 所以这两个事件 大家都以为 好像是会 会引爆所有的 金融 体系 会崩溃 那 自由人觉得 这 不能以这样 来看 因为他是属于 比较单一的事件 就是 其实就是瑞士信贷 他的 他在 他在 资产管理方面 有问题 然后 他 等于就是 他没有伤 他的伤欲 慢慢 他的伤欲受损了 就是 做了这些 奇奇怪怪的 操作之后 他的客户 不信任他 所以 然后 然后 礼拜 这个事件 就是 at1 那个我查一下 cocobank cocobank 其实 cocobank好像叫 紧急 可转债 自由人 认定的可转债 就是往上走 转换成股票 然后卖掉 at1 at1 他是 刚好相反 我去查了 Google 新闻 就是雷曼 风暴之后 产生的 这样的 形式的债券 那这个债券其实也是垃圾债 就是他有高收益 高风险就代表 高收益就代表 他是高收益 这是相对 风险跟收益是相对 他的 年化报酬好像是8% 那他的条件是 往下跌的时候 万一 公司 被清算的时候 他可以转换 直接被剪记 我觉得最狠的是 是那个 瑞银 瑞银就是 他就是 趁你病要里面 瑞银就趁你病要里面 那都是这样子 巴菲特也是这样 大赚 在雷曼的时候 那他就是 瑞银 当天就宣布 我要与 低于市场价的 60% 60%的金额 低价收购 所以才 这个消息一出来 那个 瑞士信贷就直接 碰 60% 那天大概 7 3点 一开盘就往下杀 我就看一下 我应该忍在外面 看一下 怎么又又又又发生什么事 所以 所以我 没有在 那个盘面上 这个AT1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 各位要 记得 就是奇怪的商品 千万不要去投资 像很多年前 我记得还有 双 双元汇率 就是两个 美金跟台币 美金跟澳币 还是 纽 纽币跟 跟美元 美元 会 他可以去切换 这个很多年前 我记得是在 纽澳币 利率很高的时候 最后也是都很惨 这个 金融公司就是 想东想西 就是要骗你口袋的钱 所以瑞士信在因为这样子 主要的 最低的 主要的 的 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瑞银 利用这样的方式 低价收购 让大家都害怕 因为他有套利的空间 就 就直接就往下砍 瞬间就是60% 好啦 这是瑞士信代的 月K图 哇 这个 这个就是像 全二交割一样 所以股价 就告诉我们 这家公司有问题 所以只有人说 一定要看月K 月K就代表大的趋势 那很难 一下子扭转 好啦 这个是瑞士信代 瑞士信代现在就是没有了 就是被瑞银并掉了 那我们来 谈一下 所以这些都是 你说 那个 矽谷银行 矽谷银行 矽谷银行也是 也是 它是投资新创 所以 都是 单一事件 单一事件 就是 你这个银行 太focus 某个业务 某种产品 或是 某个业务上 的话 那这个业务 如果 这个 这个产业 或是这个业务 出现一些问题 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经营 经营 这个银行的管理 管理高层 要去 要去 注意的 风险管理 所以它的风控有问题 这个都是事后 但是各位要看到 这个月case都如果涨成这样的话 各位看看 有哪些股票月case涨成这样 那 那就是未来一定会有 事情发生 好 这是瑞士信贷 那我们再讲一下 我们熟悉的 雷曼风暴 这自由人亲身体验 雷曼风暴 相信很多人都 知道 我们还是稍微提一下 因为 因为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那时候是因为 美国的房地产 非常的 活络 所以 所以 很多人 美国 美国人 就去跟 银行贷款 买房子 买了房子 房价涨了之后 他又把 这间房子 又去贷款 又去买房子 所以就是 循环 就一直 借钱 买房子 房价炒高 又去借钱 买房子 当他炒高之后 炒高之后 有些 房地产 仲介 就开始找 找一些 信用不好的人 因为他还要炒高房价 所以这些 他信用不好的人 也可以借到 借到钱 就好像自由人 在年轻的时候 我只要身份证 我 凭一张身份证 我就可以办现金卡 一样 你都不用真信 你都没有任何 credit的真信 你只要有 身份证 我就可以 办一张 30万额度的 现金卡 那到最后 一定是倒 因为到最后 我没办法还 反正我两手一摊 我没办法 不然你拿我怎么样 反正你又不能找黑人来找我 就白烂 所以那时候 现金卡的银行就这样倒一片 双卡风暴 我那个年代 2001年 2003年 这一段时间 好 所以这个就是 银行借钱给买房子的民众 然后银行又把 信用不好 的人 又打包 给 次贷的公司 就是 房 房地美 房利美 就那时候很有名 这个叫 两房 房地美 房利美 那他把这些 这些信用不好的贷款 又包装成 那个 那个 债券 就是把它 证券化 其实就是房地产证券化 然后打包 打包下 又卖给投资银行 卖给投资银行 然后投资银行 又跟 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 又有一些 又有一些对赌的商品 又有一些对赌的商品 所以 所以这样子就是 投资银行借钱给次贷 次贷公司 次贷公司又借钱给银行 银行又借给这些信用不好的人 买房子 后来就变成说 买到最后总是会有最后一只老鼠 买不上去 就是买买炒作炒作 像自由人 我刚开始还可以缴 缴利息 缴到后面 我没有 没有利息 我利息钱缴不出来 生活都活不下去 我还缴 缴利息 我就白烂 我 我白烂就好了 所以我就 还不出钱 我申请破产 现在有那个 更生法 你只要 你只要透过 透过申诉 然后过了之后 你的债务 6年 然后 折 折 折 10%吧 1000万你只要还100万就好了 6年了 然后 6年过就 清了 清场 就 两相 两不相欠 所以我只要申请破产就好了 那这时候银行怎么办 拿不到钱 拿不到钱 这个次贷也拿不到钱 然后 投资银行拿不到钱 所以到了源头 投资银行 最大的银行 他 刚开始是 贝尔 贝尔斯登 我记得贝尔斯登 好像是三月初四 那个 我那时候是 马英九 总统 第一任 我记得是 320 以前 总统大选是320 那 马英九 总统 选上之后 就涨一波 然后在 就职典礼的时候 就是 5月20号 我印象超深 开高200点 大概是9300 之后就一路不回头 一直杀杀杀 杀到7月 还是 7月还是8月 那个雷曼 就宣布他倒闭 倒闭之后 倒闭之后 就一堆 就所有的银行 全部垮下来 因为他是一个 系统性的风险 因为 一跌下来 大家都中伤 就是层层包装 全部都受伤 所以才有雷曼风暴 那这个雷曼风暴 后面就又导致 2011年的 那个 欧珠五国 就是整个市场 整个国家的破产 那时候是希腊破产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印象很深 因为那一波我有空到 所以印象很深 那这个就是雷曼的事件 就很简单 就是 他是层层包装 层层包装 那 这一次的事件 就是属于 银行 单一银行 经营方面的 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大 而且从市场上反映 各位看得到说 当天反映完之后 你看欧股并没有跌 就瞬间跌了 大跌之后就拉上来 那你看 德国的法兰克福指数 就看得很清楚 好啦 所以呢 我们两个比较就很清楚 知道说 瑞士信贷 他的 倒闭 倒闭 反正他已经被清算了 所以已经没有瑞士信贷 这家银行 他的历史是166年 那瑞士信贷是属于 单一公司的 投资还有管理不佳 雷曼风暴是系统性的风情 因为他 他就是层层包装 杠杆 非常大 他的本质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那你透过杠杆一直放大之后 那破掉 这个泡沫一破掉 就一发 不可收拾 所以 这两个事件不太一样 那 这个市场也告诉你 国际股市 对 这件事情的反应也是 一开低 就拉上来 所以 我是觉得 只怕 一万五 都等不到了 真是麻烦 如果等不到该怎么办呢 其实自由人也不知道 因为这一波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买 我一直以为一万五会等得到 看样子 这一波应该又等不到 好了 那 如果 不跌怎么办 不跌怎么办 这个是 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从 自由人从 2001年 进这个市场 大概在这里 最低点这里 最低点 3411 2001年 911 341 最低点 的隔月 10月多 进 起货市场 然后呢 我经历过三次 很恐怖的 时间 一个是 2004年 319之后 到 2005年年底 这段时间 高低政府呢 我记得 2005年高低政府 是 800点 但是那时候 点数还比较高 啦 点数比较低 我看一下 我记得是 5000多点吧 对 5000多点到 6000多点 左右 就高低喔 高低政府 大概800多点 各位可以去拉 拉 拉那个 那个月K出来 那个是 生不如死啊 看盘 真的看到要睡着了 但是我 那时候就是很 就是年轻很爱看盘 那段日子 我都没有做台子 我跑去做股票 那股票会动 那 但是台子不会动 常态性不动 不动就是不动 接下来是 在第2次 是在2013年 那次我被垫得很惨 2013年为什么会有这个 极度压缩的盘 那时候 指数大概是在 7000点 8000点 这中间 我记得高低点 大概只有 15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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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2012年 那个 马英九总统 又当选 第2任总统 他都宣布说 他要 负负负负责赠索税 赠索税 他的负责赠索税 把我 把我的所有的股票 全部砍掉了 就一提出来之后 哇 就崩跌 又跌 但是没有跌很深的 大概1000多点而已 我的股票 全部砍光 那一波也是稀里哗啦的 那一年 2003年在高低大概不到1500 指数大概8000 8000上下 这是第2次 遇到第3次 第3次就是 2017年到2018年 2017年就是 2017年我记得有一次闪崩 就这个闪崩 这个就是 瞬间的闪崩 开盘之间瞬间闪崩 大概1000多点 都快跌零版 然后 之后为什么他会盘整 因为那时候有12682的魔咒 12682的魔咒 所以他一直在 1万点上下 过不去 所以他在1万点 横盘很久 大概一年 就整整一年 就是 2017年10月到2018年10月 再横盘一年 也是超痛苦的 这个是我经历过3次 那现在会不会是第4次 第4次 这个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上面压力很大 过不去 12682又不来 甚至现在我都怀疑说 1万5不会来了 那怎么办呢 期货少做 多看股票 期货就是 节奏放慢一点 放慢一点 周期拉长一点 不会缩小一点 反正你赚不到大钱 你只能赚生活费 就是这样 只能赚生活费 因为压大你很容易 就一笔大的 赔了之后 你就很难赚回来 所以 现在就是要 持赢保费 等待下一波 不然的话 也可以 看看股票了 很多股票 涨翻天了 股票涨翻天了 自由人 这一波都没有买 都没有买 2月初买一点点 3 然后到现在 一档也没有买 太糟糕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2004年到2005年 这段时间 他的政府 只有881点 没错 881点 但是那时候 指数在大概 6000点跟5000点 差不多 所以他的政府 大概15% 那一年 产生了一支标股 叫做 宏达电 我印象非常深 因为宏达电 在起涨的时候 我看到大概是200多块 200多块 然后那一年 出现4000斤 4000斤 其中有三支 是跟太阳能有关的 帽迪就是 其中 其中之一 我觉得帽迪 易通 还有一支 太阳能骨 反正 最后都很惨 涨幅 宏达电是 9倍 然后帽迪是 10倍 所以我说 盘整 出标股 因为 中小型 在 在大盘 涨不动的时候 中小型股 就活蹦乱跳 那我们再看 这个可以验证 再看 2013年 这一段 2013年 这一段 因为华雅科 我有买 我买了之后 买了之后 之后就 他被全額交割 我记得是6块 6块 我买 买了之后 我买一篮子股票 买一篮子股票 华雅科 后来他被全額交割之后 有时候 那个电子单 下不出去 说 6块钱 我才买一张而已 因为我是一篮子 大概有 大概200 200多档 200多档 200多档的 一篮子的 股票 我都 那时候 还在做零股 零股策略 我印象很真 6块 然后他宣布 全額交割之后 我扛不出去 他就算了 才6000块 不理他 最后他跌到3块 后来呢 后来 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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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3块涨到50几块 自由人是 25块卖掉 卖掉之后 他还冲到50几块 当年他涨了大概 10倍 10倍 华雅科也是很经典 反正跟南亚科 华雅科 南电 所以他都跟谁有关 跟台塑集团有关 所以 这些大集团 其实是赚翻了 那时候还有一支股票 他叫美绿 美绿 也是涨很多 2013年 所以 他震荡的幅度是 不到1000点 977点 比例大概是 震幅大概是12.7% 所以你看 这个 不会动的盘 不会动的盘 就尽量不要去 去过度交易 不要过度交易 因为你只要赔一笔 你要 你就很难赚回来 因为没有波动 那接下来是 2017年到18年 可能很多人就印象 比较深 2017年18年 他政府是1000点 可是他的比例 政府的比例 是比前两个 相对有点 是更低的 他只有11% 1150点 我那时候真的是 做台子 真的 为什么呢 每天一开盘 就差不多收盘了 每天的日政府 大概50点 顶多100点 顶多100点 真的是 真的做到 做到太厉害了 所以那一阵子 我也转去做 现股当冲 那我发现在 现股当冲 也打不隐忍 台子又没有波动 就很惨 但是呢 如果你 你有 有抓到 抓到产业的 卖动的话 那时候出了 两个族群 一个叫做汉迅版卡 因为2017年年底 2017年底 还有2018年 初 比特币涨到 2万块 2万 2万 所以汉迅 从40块 涨到400块 那 他的比例 他涨了220倍 汉迅涨了20倍 然后国具 这就不用说了 那 那时候国具涨到1300吧 从250块涨到1300 所以 幅度也是很大 所以这两个族群 在没有波动的行情当中 他就 盘整出标股 好啦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 今年一定是盘整年了 都一直出不去啊 所以我们就要看 我们如何能抓到 可能是涨个 5倍到10倍的股票 但是我希望啦 我只有人希望啦 就慢慢找吧 虽然我错过前面那一段那个涨 涨 翻倍股 涨了1倍 或是2倍的股票 但是如果他是OK的 他很可能会涨5倍10倍 因为涨5倍10倍 一定是 从 从涨1倍开始 然后再往上涨1倍的时候 就变成 那个4倍啊 就2的2次方嘛 4倍嘛 2的3次方 就 2的2次方 刮幅在2次方的话 那就是16 16倍啊 所以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时候 选对股票的话 可能50块又可以变成100块 就是同理类推啦 所以今年就是没行情 从1月3号 1月30号开红盘到今天 3月20号 都将近要两个月了 我相信 这个 上去 16000点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 我是觉得 指数 就是 缩小部位 周期拉长 然后 然后 交易次数 尽量的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像自由人 今天是 第3次 进超盘市 也就是说 3月我只 只交易3天 3月我只交易3天 今天要干嘛呢 就 就有三碗水 不然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自由人真的什么都不会 只会交易而已 我没有任何 谋生的技能 我不会煮饭 50岁我又没有办法做体力活 不然我要拜托骨骏收留我 来按摩 这个也很难啊 那也是体力活 所以 走交易这条路就是 你以为很厉害 但是我都觉得 如果 有一天 你 你交易的能力不见了之后 你就是nobody 什么都不会 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走这一行真的要三思啊 三思啊 真的是 我的肺腑之言 要嘛就趁你年轻的时候 跟他拼一下 时间到了你去工作 那 时间到了然后钱也赔光了 你就鼻子摸摸乖乖的去工作吧 就不要卷念这个市场 他不适合你 那股票还可以啊 股票你就是做比较长的 长线的 就是规划就好了 就像今年自由人讲的 我买了一张都不卖 从去年年底一直讲到 一张都不卖 也没有买很多啊 只是一张都不卖啊 就是不卖就是不卖 就 因为 我还 还有闲钱 所以才可以到处玩 这个不跌怎么办 就是买股票啊 找股票玩啊 那怎么找呢 那 所以重点是不跌怎么办 不跌就去买股票啊 买股票的买 那个买法 我已经 以前的YouTube都讲过了 那个 我们 我再 再来 玩一次好了 再来玩一次 那我们就来看 自由人的那个 那个App 股票的App 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App 拿出来 强势股神器 真的是神器 因为自由人 收完盘我都会看一下 我都看新闻啊 那 好股票就放着 等它跌啊 它不跌了 继续等啊 不然怎么办 好啦我们 我们 我们等一下 我把 这个软体 我们从筛选这边进去啊 筛选我们就用全部股票确认 全部 全部股票确认 然后我们要制定 制定那个区间 就是开红旁是 1月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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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一 到今天好了 今天 今天是3月22 3月22 今天 然后选好了 有些 有些不用理他 你说这个 是减资的 也不用理他 只要减资的 不用理他 这些都不用理他 好 第一档 最标的 叫做 林群 林群这个自由的人 讲过了 我没有买 我讲的时候是在这里 所以 不要问我为什么 反正 我没有买 就没有买 他就是 机器人 AI机器人 就是 反正 各位可以去Google他的公司网页 所以林群跟AI有关的产业 贝利 贝利 也没买 没买 我不知道在干嘛 一直想说他 他会跌生一点 我为什么没有买 为什么没有买 贝利是 减碳的软体 各位去Google一下 OK 反正 除能减碳 一定是 今年的大主流 除能减碳 接下来是 AI 接下来是 军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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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IP就是AI 那 具有 也没买 因为他都回太前了 这涨了 150% 具有科技就是 也是AI 传说 台积电有投资 OK 所以 那列入观察名单 列入观察名单 那这支股票不用看 这支股票 听说是跟军工有关的 那个疫情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听说了 还有 旭扬 这个我应该有机会 所以列入观察名单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 如果你不知道 续扬是AI还是军工 我想一下 所以你不知道的话 就点进去看他的新闻 我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吃软不吃云 AI聊天机器人 这里有讲 AI聊天机器人 所以也是 跟ChatGPT有关的 列入观察 所以他股本只有3亿而已 我们看一下他的 大股东的状况 100张 所以大股东持有是74% 74% 列入观察名单 大概是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从 从 开红盘1月30号到今天3月22号 那你把所有的拉出来 现行是拉第1波的 什么意思呢 我 打个比方 就他下刹之后 高点下刹 我现在 我的 我预算是 从高点下刹20%开始慢慢 去做均价接 如果他高点下来没有20%的话 我就不接 就是 用这样子做 我认为拉第1波结束之后 休息3个月会有第2波 我们先有个前提 这个产业是对的 意思是说 他的营收 未来营收会不断的创新高 那如果营收创新高 他的股价在那之前 就会再创新高 所以我们预测说 那个高 会再过高 高又过高 或 一直不断的创新高 历史高 这样 那 自由人 在软体的介绍 就在这里 所以就很简单 就是 找 低波的攻击波 之后 拉回慢慢接 就好像自由人做雷虎 那个 是一样的 做均价 那你也不追高 然后没追到就算了 反正你手中有持股 你也不怕 只是说你要有一个股票池 你要有一个pool 好 那 今天自由人的财经下酒菜 就到 这里结束 我们就 下个礼拜 再见 拜拜 Ciaos